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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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是由我們徐格林徐老師 帶來演講 請大家一掌聲歡迎 謝謝 來 大家好 好 請開始一個輕鬆的 說一個 有趣的話 我們的人都喝酒水了 你知道酒水的人最怕人說他醉了 都沒有 另外說 你這麼醉了 沒有啦 你這麼醉了 就剛才他剛才說 旁邊有一個 他就把手電筒走下去 你說你沒有醉 來 加一個手電筒 就把手電筒放下去 要把它打開 你知道手電筒晚上打開 怎麼辦 有那個光柱的照片 對不對 晚上這樣照在天空裡面 到光柱這樣寫在上面 你說你沒有醉 來 從這裡拔掉 對這個光柱拔掉 另外一個手指說 噢 你想說我醉了 對嗎 我八到一半 你把電筒滾掉 我不會吃下去 你知道嗎 這個光柱的 這兩個人在光柱的 這兩個都醉了 對不對 還有一個人 他這個人突然之間 就覺得他死了 想說他死了 其實是滑掉的 怕怎麼走去 正常 想說他自己死了 也死過天說 我已經死了 有人說 這個人 就去看醫生 他就真的去看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 就把他治療 輔導 都沒問題 但是有一天 這心理醫生 努力有成果 為什麼 說服這病人說 同意一件事情 他用各種方法 角度切入 他說你沒有死 你是外人 死人是不會說話 他說沒有 我死了 最後你們同意一件事情 醫生跟別人說 好 如果這件事 證明我就承認 我說我是外的 什麼事 醫生說 你知道 現在對手的 不會流血 死人不會流血 你知道嗎 沒人知道 為什麼不會流血 因為死人 心中疼了 那火不再溫暖 不再溫暖 裡面沒有壓力 所以你把火是不會流出來的 你如果外人的火 跑出來 跑到那些血小板 把它封掉 所以別人說 我也同意 說好 否則醫生說 我們做實驗 我現在拿一支針 對你精湯把它插下去 如果流血 表示什麼 外人 如果沒有流血你就死人 就證明了 好 我同意 來 他先拿一支針 真的對他的精湯把它插下去 結果怎麼樣 一定會流血 對不對 會流血之後 教律說 我們的精湯人說 你是外人 對不對 但是別人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 原來死人也會流血 聽到嗎 同樣的事情 到那邊變了一個 另外一堂來 我剛才說那個 公主話 剛才那個叫公主話 對不對 台灣人都急著不在講主話 連銷話 講講什麼主話 譬如說 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 對不對 都要講空的 到最後真的台灣人相信 相信之後怎麼辦 要拿錢 要進入聯合國 對不對 要加入聯合國 台灣人要加入聯合國 這跟這個一樣 一個空的東西 放在那裡 那個電灰是虛的 是假的 那只是電灰 有一個光柱而已 你真的叫他擺去 他也真的要擺去 這就是台灣人 對吧 說消費就是 說消費就是 這人嘻笑 要把他創造 我們給他很多證據 結果證據 他推到自己的消化料 並都是反方面的證據照出來 你知道嗎 好 我是一個藝術家 這前一張看到沒有 應該上過高級班 可能看到沒有 但是 有上過高級班舉手 沒有的 第一次來聽 想好 這樣 好 這看到沒有 這張圖看到沒有 這張圖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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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懂嘛 大部分人都看到沒有 現在看 下一張呢 這張看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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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不懂就走一下 看不懂嗎 以前有人說他看不懂 看不懂我就問說 你為什麼看不懂 我就問他幾個問題 我說這裡面是我的 飛機大砲還是我的人 他說知道那些人 對不對 他說你有看不懂啊 我請問你是我的女兒 還是我的女兒 他就說女兒 我說有幾個人 還說五個人 我說你有看不懂 對不對 一定看有嘛 他說看不懂的原因 你知道嗎 意思 畫不一定要有意思 你看火 會有意思 你們看得懂 畫得很漂亮 會有什麼意思 沒有就是漂亮 畫東西就是漂亮 圖畫不一定要有意思 教科書上說明的圖 那有意思 那是要跟你說的東西 你如果問東西 花漂亮 或是說 那是男人漂亮的有意思 沒有特別的意思嘛 就是漂亮 你就欣賞漂亮的東西 這樣就好 那叫做圖畫 圖畫就是要畫漂亮 你看有意思 畫一個風景圖 什麼意思 不要想太多 叫做畫 畫就用畫來欣賞 這樣也要 不要想太多意思 意思不多 它就是美 可是它是視覺的意思 不是用語文的意思 那又不一樣 我現在要跟你說 就是說 這張 你為什麼會去想到藝術 就是它跟你過去 所想的那度不一樣 你就想說 它到底在玩我什麼 對吧 它到底在講什麼 你就想那個意思 其實意思要說 畫沒有意思 其實意思也很深 因為我是藝術家 你們不是學藝術專業 要了解藝術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但是好像看 大家都看得到 對吧 它看不到原因是什麼 我就跟它講 這叫立體畫派 這張圖是當時的 下一張 先看下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大家都看得到 像相片一樣 時間點是1751年的圖 上一張 這是什麼 我告訴你 這皮卡索1907年 百多年前的人畫的圖 你阿公阿嬤阿祖那時候的人畫 皮卡索生18多少年出席 不能做你阿祖阿祖都沒問題 他以前就畫這些圖 你看有厲害嗎 那種立體畫派 結果台灣人你現在活在2014年 看不懂 看不懂 1907年的圖 譬如說 你的藝術教育 退步一百多年前 甚至於到三百年前去看 17多少年再看有 一百多年去看沒有 所以人家 世界在改變 台灣人沒問題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沒跟上 你的眼光有問題 為什麼這樣 你就叫他們 讓流氓 讓流氓 那邊打采 哪一百 都不錯 教育系統 有問題 限制出很多想法 新的東西造出來 你看不下去 那我教你怎麼看 這叫立體畫派 立體畫派就是 一罐水是這樣 這樣也就是一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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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就是 一定要這樣看 不一定 同樣看人 直接這樣看 像大頭照一樣 大頭貼 這樣看 不然這也是我 從這裡看看 同樣的 不同角度的畫 放在一起 就變成這個面 要知道 從這裡是從鼻子這邊看 從那邊看 從那邊看 皮卡索對非洲的面具 偷到的一些東西 給他畫出來 就叫立體畫派 立體畫派比較誇張 立體畫派就是 一樣的東西 沒有一樣的角度 切入 看出不同的東西出來 第一張 這他的朋友叫做 回到第一張 這是他的朋友叫broke broke就是 你如果角度幾個 他就是幾個七 幾個八個角度 同時看就灰掉了 你就看不見了 好 現在回到第三張 第四張 再下一張 這 這樣就比較 三張一直比較 本來是傳統的 一期多少年 來皮卡索 再來立體畫派 就是立體畫派 多個角度去看 很多角度看的東西 三個不同系統 你要面對什麼問題 系統再換 你的觀點也要換 你還是維持 就像看古早的眼睛來看 這看沒有了 對吧 沒有錯啊 你還是維持百多年前的眼光 來看 現在時代的東西 你當然要看沒有 所以眼光要換 系統再換的時候 眼光再換 有趣的是什麼 不管是這個 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 它有一個同樣的特性 什麼樣的特性 要動動腦喔 我們的課不簡單喔 就是在一幅畫裡面 它的原則 不管什麼原則 對頭到不一樣的 就是在一個系統裡面 不管哪一個點都要移 像這個畫法就是這個畫法 這個畫法就這樣 不可以說我還跳抽象 不是 跳立體畫派 還去找傳統寫實 不可以 那就不會看的 比如下一張給你們看看 再下一張 這款 這款就軟了嘛 一下又是多角度 一下又是少角度 現在是傳統寫實 那就軟了 上一張 再上兩張 你們覺得這是抽象畫嗎 這算抽象畫嗎 覺得是的 像騎手 這算不算抽象畫 比較抽象嗎 來 我告訴你 你看 它不算抽象 它算是寫實 但是不同角度把它寫實 它並沒有抽象 抽象是連像都看不到 這裏面多少你都可以抽 這稍微像白蘭 這像手 這像什麼 有啊 但是你看 下一張才是真正抽象 完全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個畫家 1922年 1965幾年 六幾年畫的 這裏面有畫什麼 什麼都看不到 這有抽象 這真的抽象 只有筆刷 刷顏色 那叫做抽象畫 近前那一看就是立體畫派 還不算是抽象畫 來 再下一張 我說這個有意思的 就是說你在一個系統裡面 對 不能有不一樣的東西在系統 否則這系統不一致 比如說我今天穿西裝打領帶 來這裡上課 我右腳如果穿皮 左腳穿高跟鞋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人打他牌去了 對吧 因為這是一個系統 穿西裝是一個系統 男生的嘛 那個高跟鞋 那個女生的高跟鞋 很奇怪 你到底有一個系統 說他小人便宜的系統 對吧 小便宜的系統 知道嗎 就是一個系統你要有一致性 所以你如果要 來 下一張 我們就講代入一個英文單字 叫consistency 就是在一個系統中 不蕴含矛盾 矛盾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一個系統裡面 每一個都藏好色 不可以不一樣在裡面 不然它會矛盾 會產生矛盾 不產生矛盾就是consistency 我剛才說穿衣服也是一個系統 很多都是系統 一致性表現什麼 不管怎麼樣 比如說開車 一下一百 心跳好 一下兩百 一下十幾 那就不一致 對吧 那這樣表現這人打鼻子 心臟就去看 對吧 系統也是一樣 我如果穿衣服 穿在 倒來倒去 黑白倒那種 你這人頭腦就有點問題了 這系統出錯了 現在知道嗎 一個系統裡面 只要在那系統裡面 要有一致性 所以呢 你在法院 向上過來過去那時候 基本上就是兩個系統 兩個解釋系統在衝撞 一個人跟一個人過 說他怎麼不對 一個人解釋說他怎麼不對 這兩個在法官的頭子互相辯論 辯論就是指出對方系統不一致的地方 你如果指出來對方就輸了 你知道嗎 法官就在這裡面做判斷 所以法院裡面所謂的辯論雙方 就是在攻擊對方不一致的地方 你的證據不能證明你的行為 指出來你就贏了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法律人在做的事情 但是這個還有另外一個字叫做什麼 Integrity Integrity比較像是說 你的一致性是表裡一致 你裡面的這個人 跟你實際上做出來的行為是一致的 一致的 這個英文叫Integrity 中文叫做 這個人格是不是完整 這個字的相反詞 這樣你來瞭解幾句 好了 Integrity的相反詞是什麼 Dishonest 不誠實 或者說hypocrite 偽善者 就是這個人你如果不一致的話 你言行不一你這個人的偽善 你美國就是罵人的話 你既然沒有Integrity的話就是罵人的話 我們現在台灣民進行去顧美國 給我們顧到這個結果 表示什麼 我們指出美國所做的行為 不一致的地方 好在它的系統是一致的 他們三權分立 你在它的法院顧 顧到它它必須要 我們照法都有今天 這樣知道嗎 美國雖然有不同的三權分立 但是它有一個一致性 法院的判決不會受政治的影響 所以它在法院容許的範圍裡面 它會去下判斷 我們把他顧了 說你明明是我的檢查顧 為什麼是中華民國來做戰略 想要把我檢查 想要叫我去買武器 想要叫我去做兵 我就記得被檢查的人 你想要改我的意見 對不對 種種種都不符合你美國講的嘛 所以美國法院說這樣不對 你的司法 你怎麼可以拿中華民國護照出國呢 你把它顧 美國再說 好 那你行政部門要配合 好在美國這是一個大的國家 它不同部門之間要有一致性 它再會說行政部門再會配合 是這樣 我們才有今天 好在村子裡面 比較長樓級的 越高越高的人越要怎樣 要有integrity 要有一致性 做人都要一致 說我對這個人的標準跟那個人的標準都一樣 位置越高的人越要這樣子 你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人家會攻擊 你這個人不公平 平常要做老大 對不對 你要做老大一定要面面俱到 都一致性公平 公平對待每一個人 要不然人家會挑戰你 你沒有資格 美國一樣 美國是世界各國的老大 你是老大 你就說國際法 戰爭法是我們要遵守的條約 你的憲法裡面這樣說 你就要一致性去應用在全世界各地 美國現在對ISS宣戰原因是什麼 它違反戰爭法 IS要做種族屠殺的事情 它違反戰爭法 為什麼要攻擊就是這個原因 那為什麼對蘇俄這樣經濟制裁 因為它也違反戰爭法 一群人整天說我要做蘇俄 就變成蘇俄 要獨立就獨立沒有這樣 有一個國際法在那裡進行 萬國公法 不是你竟然也讓獨立出去的 就是這樣啊 所以美國有這種一致性 你給它指出來你不一致的地方 它就要修正 因為修正的過程 就很多人要倒楣了 當初這麼違法在做事情 那些人就犯了戰爭法 就有戰爭罪 我們就要追溯追討 是這樣啊 你知道嗎 那我們就挑戰美國啊 你告訴我這個 說整頭也是你說的 你做老大 但是你放給中華民國的 劉王金會在台灣做 不是這樣啊 到底你會算什麼 我們要照顧 對吧 所以現在旅行證券要發嘛 那事情就很大條了 對不對 如果美國沒有backup 你敢自己發行旅行證券嗎 台灣人憑一群人給你發 就好像一群人給你發身分證 不一樣的嘛 什麼東西有沒有效率 後面有沒有那個authorization 授權 你中華民國是誰授權你在這邊統治的 授權喔 授權到什麼程度 剛我說你也能做中華民國 對啊 他沒有授權到這個地步嘛 他自己去秘書 他只是授權說你在這邊 對啊 代理占領 我沒有叫你代理當一個國家 取代原來的大日本帝國的人啊 我沒有叫你去改當地人的國籍啊 你憑什麼改人家 人家也不是志願也不是意願 你憑什麼 一個行政命令就要改人家國籍 你違反戰爭法 美國在處理這個違反戰爭法的人喔 來 下一個 再叫人去做兵 來 Are you ready for paradigm shift 你準備好這個系統再換了嗎 我們民進府現在要起來 這系統在換喔 在刷喔 還有很多人不願意換這個系統 台灣人很多是這樣喔 沒有在換 從寫實觀點到立體化拜 觀點改變看到世界就變了 觀點不變舊觀點根本看不懂新世界 所以外面的人看不懂民進府在造成 看不懂 還是用以前的觀點說用權力鬥爭 你是進黨的喔 是要把它推翻喔 問題都問錯了 你是用政黨政治的國民黨裡面的系統的語言 在看這個世界 當然看不懂啊 來 下一張 這都更清楚 簡單的講台灣的歷史 四萬年前喔 我們在這裡開始生土了 待會兒會講更仔細喔 部落形勢維持了四萬年 到最近幾百年的時候 誰進來了 我看下一張有沒有 再上一張 不好意思 誰進來了 誰進來了 掠奪者 什麼叫掠奪者 要唱的嘛 要掠奪嘛 什麼人是掠奪者 西方強權啊 西班牙 荷蘭 還有大清帝國都是掠奪者 包括大清帝國都是掠奪者 掠奪者是什麼意思喔 我講一個比較粗陋的 就是男人對男人有性需求 從他身上得到滿足 可是不要跟他結婚 不要對他負責任 與取與求 你知道嗎 那叫做掠奪者 殖民地就是掠奪者 他只要幫你拿資源 不要跟你結婚 要跟你結婚就是 你把你的土地 變成他正式的領土的一部分 他就要保護這邊的人民 你跟他有關係了 所以過期那是掠奪者 掠奪者裡面有比較大的 就把剩下比較弱的趕走 對不對 都是在比大的嘛 結果大日本帝國最派的 把大清帝國趕走 趕走之後 他不是只有成為另外一個掠奪者 他要當什麼 真的要把你變成 真的要跟你結婚 有心要跟你結婚的 會照顧你一輩子 所以做了一個什麼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1945年4月1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 在台灣做這個動作 就是簽合約 立婚約 要跟你結婚 從此以後你就變成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新民 不是殖民地 性質改變 一旦結婚之後 這都永遠改變 我們現在離婚不算 那是不對的 照理說有婚約就是要照顧你一輩子 宣誓要照顧幾世人 要立合約要做什麼 就是不管到你一老到死 我都給你 你就是我們沒 這樣才可以 一樣 台灣人現在變成大日本帝國天皇的土地 這沒辦法 但是人家說不對啊 現在怎麼是中華民國的流氓 正在這裡 不好意思 那是因為我們建牌 對不對 我們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跟一個另外很大型的手法 叫做美國 後來戰敗人 戰敗美國想說 這大日本帝國系統那麼強 這不把它處理一下怎麼可以 如果不處理的話 以後搞不好又回過來 來 手機關一下 來把它關掉 來 盡快就座 來 我繼續講 這是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英文 不再改了 沒有啦 你現在變成大日本帝國 這都改不了了 他們叫做暫時性的系統轉換 過去所有的掠奪者 都說暫時性的改變 他沒有打算 要把你真的把你永遠照顧你 所以他的做法很粗陋 以前 大師傅英國對台灣人講 啟聲 啟廟 抽稅 貪污 就這樣而已 啟聲就是要圍起來 裡面的人都收錢 你要做生意 收錢 抽稅 貪污就是這樣 啟聲 啟廟 抽稅 廟就是把你宗教信仰改在他的系統裡面 比較好管理 用他的行 叫你拜他的行 就是這樣 啟聲 啟廟 抽稅 貪污 過去就是透過什麼 姓氏 語言 宗教的方式 也透過教育媒體幫你改變 還要對殖民地的人做的事情 教理說他不能這樣做 但是他就是這樣做 以前野蠻國家 我們無法 但是我們現在是正式大日本帝國 美國要破壞這個系統 就叫這個墨流的國家 他還不是國家的 他一個系統 叫中華民國系統 為什麼它是墨流的 他連中華民國的共和民國系統都打不過的 對他流亡到台灣來的系統 跟他那一堂說不定要接觸台灣 還好笑 他一定是用他的想法 他的觀念來 一定跟我們造談 我們本來是帝國籍 帝國籍的層民 我們讓日本人五十年裡面 為大清帝國很落後的地方 挑一個變成帝國的層民 所以你北部那台 想說日本人都很好 就是這樣 那叫做帝國 但是那流亡來民來之後 大家都說 哇 整個生活品質下降 都倒不住 但是日本以前混亂的 有一些品質還在那邊 所以我們的經濟繼續在發展 但是已經慢下來了 而且沒有方向 那是日本時代的系統 继续 让她照着学 来 下一个 回到上一个 下面好像有一句话 还有一个观点来说 有一个重要字叫做愚虐 你有听到愚虐吗 愚虐是什么东西 我来说 你有听到反清赋明吗 大清帝后来贯 interface 以前的民条 愚虐要走在一起 反登清赋明要去担 同樣 但日本的帝國系統 也有這個中國餘孽在裡面 台灣人裡面 我們是完全是另外一種人 但是你們現在因為不同的掠奪者就一次 我就開始認同不同的掠奪者 今天看西班牙的西班牙 我們就認同西班牙 誰能到達到我們聽他的 大金流管我們管200多年 所以台灣人在想自己是那邊的人 結果不是 我們在那四萬年 四萬年 現在換日本來管那時候 反而去反抗 人家是民媒陣子跟你結婚的 近前的男朋友都跟著你走 生生就要走 不留下痕跡 但是日本大量給你建設 來 下一張 我待會再說多少 所以系統轉換 系統內部是針對被統治的人民 思想上以特定史官掌控歷史解釋權 維持統計之格 所以今天會跟你說台灣史節 就是你過去你現在有的史官只有一套 就是中華民國給你掌那套 給你騙那套 所以我現在就要讓你系統來要走出來 我就不能再用系統內裡的議員跟你說了 對不對 我要想辦法把你帶出來 對不對 流亡中華民國系統怎麼證明他有問題 企圖在不屬於他的領土上從事破壞 為了建構對他自己有利的虛構系統 怎麼證明 因為一旦出了台灣 國際組織國企國號都不管用 都沒辦法用了 那就證明了 因為你只要離開這系統 沒辦法用 用標記這系統有問題 你知道嗎 下一個 再下一個 先不講這個 有些年輕的 你們現在在座好像沒有太小 有一些年輕的前幾堂課 老師歷史有那麼重要嗎 我說歷史很重要 你要年輕人不知道 因為歷史都有觀點 你要只要寫下來 用字寫下來一個歷史 都代表一個觀點 你這觀點會貫穿整個歷史 他用同一個觀點下 你不能跳來跳去 一下男生觀點 一下女生觀點 那就飛了 所以任何 你我在座各位跟我朗爹下歷史 沒有啊 你頂多寫日記而已 對不對 或是寫你們的學校校史 不會寫到國家歷史 一個地方歷史 那只是有權 掌權人 對不對 權力的人都下歷史 他來決定歷史的解釋權 所以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還有兩次 史觀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我們的命運 比如說啦 你有你的觀點 我也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安人 也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人也有北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不一定喔 很難說喔 像我結婚 我不要講我 講我回家就會被罵 一個男生跟女生結婚了 第一天 開始可以炒 為什麼 太太煮了一張豬菜 放在桌上大家要來吃 一邊炒的時候 先生有說 欸 怎麼過要做一些吃 他說不用不用 我繼續炒 你在那裡吃就好 為什麼 給我們家開飯 大家都坐到位以後再一起開飯 我們太太說我們家做行李 沒有材料這樣做 我們家這種行李就是 誰人來新來新家都行走 這是你到的文化 就表示兩個成長過程背景 有不同的價值觀 不同的觀點 因為結婚的關係 被迫要在一起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 強蹦 會衝突 你如果堅持你的觀點的話 會怎麼樣 爭吵 對吧 最後是誰的觀點決定 誰愛誰多誰就讓步多 就有對方觀點決定 好 沒關係 那等一等 親切啦 吃啦 對不對 看誰愛誰多嘛 就是讓多嘛 但是在北美就不是這樣子 印第安人如果堅持他的觀點 他就被消滅掉了 這不是說離婚收場 這兩個夫婦如果再炒的話 最後就離婚 但是在國家的急速 那不是這樣 是會被消滅掉 早期美國占北美洲的時候 那時候對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那時候有很多族 過去幾百族都有 美國人很聰明 一個攻擊 那不願意順服他 他就把你滅掉 願意順服歸順就給你換 現在住在保留區裡面 誰的觀點重要 不是說我有觀點就很了不起 沒有 不了不起 後面如果沒有實力 你的觀點又怎麼樣 對吧 民政府講的觀點都是對的啊 為什麼不會被消滅掉 因為後面有實力 幫你撐住 不然我早就被人抓起來 拜託 就是後面有背後 有影響力的人到後面 就是美國 你憑什麼掛著美國的名號 他會不會說 台灣民政府是 台灣是美國軍事政府底下 他成立的台灣民政府 你怎麼這樣說 不然你現在台灣 台灣任何一個團體也這樣說 我們的身分證頂完 有人去copy我們的身分證 也要做一模一樣 好像類似 有人腳底下問我 徐老師 現在外國也在另外牌子 跟你做一模一樣 我說很簡單 我們也放到背後 放到那個身分證的背後 我說最後面寫的哪一句話 有沒有出現說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USMG 有沒有在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 所發的身分證 他說沒有 當然也不敢 誰敢冒著美國軍政府的名字 去招搖撞騙 沒有人敢 誰敢說 你如果沒有被授權 你就不敢隨便寫 你敢不敢你在家裡 自己錄一個銀帶說 迪士尼授權 你敢在寫嗎 我告訴你 迪士尼授權單位 你如果仿冒東西說 這是Prada授權我賣的 你敢在身上 我看你的做監獄做一輩子 所以你敢講誰授權這件事情 一定要真的對方授權 對不對 而且已經那麼多年了 美國軍政府怎麼沒管 為什麼美國司法部長 過來再給你演講 這個還不夠清楚 台灣人的看法沒有 我想不到 所以為什麼看不懂 因為你在國民黨的系統 真的相信你頭 所以現在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也沒效 你如果沒挑采 你還是想不通啊 想不通就是跟你對抗 就像北美印第安人一樣 我們以前都很強啊 那北人來又要投降 為什麼 我會再打 再打就消滅掉了 就是這樣 了解 所以為什麼 我跟你講史觀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命運 來 下一張 來 下一張 所以過去中華民國在流行史的史觀 我漸漸地要給你們解碼 怎麼解碼 他們這些這些都有點目的 他們歷史都主要有三個條件 第二個 英文就是 He is always tende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有三個動機 第一個是掩蓋過去的罪行 我舉例來講 以前我們一個教學說 二、二、四、十幾萬人都沒什麼 有沒有 有一個教授這樣說 這句話會對嗎 你們怎麼都沒反應 這句話會對嗎 當然也不對 為什麼不對 那四是我們台灣人 可是講話是中國人 要用這個教我們的孩子 我們孩子 我們來相信他講一句話 我們要用中國人的師匠來看這件事 他會覺得沒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是中國人 在中國是寧可挫殺一萬不要放走一個 一將功成萬古窟窿台西多少人 一對人命不尊重的一個系統 在那裡 台灣過去是日本時來教授 以前日本時來台灣人叫你 頂多兩個禮拜都要放出來 你知道嗎 不能在台灣 官不能隨便殺民 他們也不叫官 日本總督在台灣治理的時候要這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是有原因 你都知道那個原因 沒有自己的 為什麼他不會對台灣人 不會來 而且台灣人誰生誰誰生誰 都紀錄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要紀錄得清清楚楚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有戶籍 為什麼會把你阿公阿嬤阿祖 一直堆下來 你知道為什麼 大部分台灣人都不知道為什麼 說要付錢要去登記啊 不好意思 中國以前沒有這個系統 那是先進國家 也不是先進 有一個道理 什麼道理 因為你一旦被大日本帝國 變為天皇的臣民的時候 你是屬於天皇的臣民 至於總督只是一個什麼 管家而已 管家可以隨便對主人的財產做處置嗎 不可以 是因為這個道理 他不敢對台灣人太過頭 你知道嗎 他是代替天皇來治理他的百姓 所以他沒有權利去奪取百姓的生命 因為這東西是主人的 他要對主人負責 是這樣 照台灣人知道這樣去取消名 你知道嗎 一個都不能少 因為他在以後跟天皇交代的 是這樣啦 是這個觀念才有這個臣民的觀念 你因為相對於這個你要效忠他 對不對 這種是交換的義務 對不對 可是中國不是這樣啊 一個皇帝來 我要你死你就死 要臣死死 臣不得不死 什麼對不對 那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 以歷史來說 二次拜都沒什麼 沒什麼 就是要叫你生腦 叫你的妮娜去相信哪里長 連228放假 就在顛覆228事件 你不曉得嗎 228放假放得亂七八糟 莫名其妙你知道嗎 小朋友就說明天要去哪裡 明天228放假 怎麼去卡拉OK 去唱歌 去祝福 去郊遊 這是台灣人的受難日 等於你們想說這裡放假日 叫他跟他說歷史 要說那些話沒什麼囉嗦 對不對 他就在顛覆 顛覆什麼 他的意義 228的意義被他顛覆掉 因為他的死關把你顛覆掉 你知道嗎 讓你台灣人不記得 說這是台灣人的受難日 不記得嗎 就是這樣啊 很簡單啊 要洗腦了 但下一代都搞不清楚狀況 你都被丟國人來輸送 來下一個 Motives就是 沒有沒有 第二項 Motives就是動機 他這樣跟你說這套禮物 目的是什麼 目的他想要在地合法 要這麼流下去 他是世紀的儘管 流亡政府 想辦法偷台灣 所以他編一個故事 要讓台灣人相信 變成他 他要偷抵台灣 所以有一個動機 未來要竊具台灣的動機 所以他的歷史 他怎麼說 結果就只是說 開羅宣言 沒有說條約 宣言是什麼東西 101是我的 我宣言 我宣言100次也不會變我的 對不對 你要真的去交易 說101多少 50億我給你買來 有一個交易 過戶 本來是誰人 現在過戶到你手上 我們這個觀念 一直要有清楚 過戶 entitlement 你是不是有這塊土地的 擁有權 你有沒有那個權利 那管理是不是在你的手上 那不是那些錢 都會不會說一說 你知道嗎 我宣稱100次 101也不會變我的 就跟我減過 又不是你的 除非有一個交易 然後那個土地契約 證書中的 這是誰人 某某人的名字 就放在上面 那叫做正式 那叫做條約 條約才可以割讓領土 你宣言的公約 條約是要放在那裡 條約 又是四十幾個國家牽制的 你知道嗎 我沒有要說太多 self-interest 比如說 現在中國要打台灣 我們要快去買武器 有什麼 沒有什麼 真的保護台灣 是美國第七線隊 憑民國這些奧兵 說要對抗中國 不可能 自己買武器 目的是要抗污 藉著大量的軍購 裡面有回扣 他回扣裡面就去奔 奔向美國的一些不法的議員 奔向基督 又繼續在台灣算 是這樣子 美國還是中國那邊 回扣分到四個人 怕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為了 他流氧的死官是 包含這些東西在裡面 所以死官是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死官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會採取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你知道嗎 還有下一張 你看他的死官多少 這是國際間領土糾紛 現在都按照什麼 國際法來解決 但是偏偏就有一個國家說 自古以來 叫做中國 自古以來 抱歉 中國蒙古的 原朝不是蒙古人的統治 不是中國 哪有中國這種東西 幾個朝代別換來換去 過去又是什麼 過去又是其他國家來了 對不對 你如果不回去那時候 為什麼會停在你這個時候 還有一個觀點 還有一個離譜 就是說宣言高過條約 那是誰的觀點 流氧政府的觀點 大家世界裡面宣言高過條約 很好笑 來 下一張 所以我現在來做想 黑細苗會幫助台灣人 對織納系統裡面走出來 走出來 下一張 怎麼走出來 理性的分析 我先跟你講一講 這四張圖裡面哪一張 我們在看那個透視 有沒有看過那個建築物透視圖 透視圖裡面這四張 這有四張 裡面哪一張最清楚 哪一張最清楚 右上不是吧 左上 這是左上不是右上 左上角這最清楚 這個最不清楚 為什麼 這三個都一樣大 你怎麼知道哪裡是遠 哪邊是近 這有遠近 近的大 然後中間 然後再變最小 所以你那個透視才看得清楚 你就想說這透視是歷史的透視圖 所以歷史上所敘述的每一件事情 大小要分明 不能特定的歷史給它變得很大 比如說現在中華流氧 榮正文就給它 部分的歷史給它變得很大 大清帝國以前很大 日本帝國就不去了 要點一下而已 對不對 或者過分的強調中國歷史 世界其他歷史 都點點點而已 都沒有在講 你的目的下 要通敵 要讓你注意這個 注意特定的東西 說到注意特定的東西 我要講另外一個東西 二次世界戰爭 德國有一個地方 德國柏林有一個戰俘營 你知道什麼是戰俘營嗎 裡面關什麼 就戰爭裡面戰敗的 就是比如說盟軍的那些兵 被抓來的 戰俘營裡面關這些兵的時候 外面都要射什麼 鋼燒對吧 鋼燒就是衛兵站在那裡 衛兵站在那裡 外眾講每一個進出的都要檢查 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因為但是德國 他不是怕戰俘跑掉 在德國柏林這個是很特殊的歷史 為什麼 因為戰爭到後期的時候 德國物資都缺了 一般的人民都連吃 一天都吃不到一餐 所以很可憐 但是戰俘營裡面 每天都有三餐可以吃 還有點心 為什麼 因為德國要做面子 給日內瓦他們的人權組織看 說我怎麼照顧戰俘的 所以每天有三餐還加宵夜 所以很多德國人 就放四餐去裡面吃大樓 吃大樓要帶一頓順便 帶一些東西出來給他家人 所以那個衛兆就專門來做什麼 檢查你有沒有偷帶食物出去 所以每一個出來的時候 袋子打開 好 下一個 袋子打開 下一個 結果這裡面有一個在裡面工作 跟在外面的衛兵街 那些門說 我們仔細人就做一個大樓 我就知道你這個人無所不偷 但是我竟然會把你檢查裡面都放的 那很奇怪 哪有可能 那裡面就說你不能跟人家說 說不會啦 好朋友怎麼會說 我偷的就是那個袋子 這個袋子不是我們現在 那些什麼便宜兩千的那種 人家那是帆布袋 帆布袋現在買一腳都怎樣 也要兩三千塊錢 每天偷一個 一個月下來有十萬塊 那麼多錢你去買食物說不定 會要嘛 對不對 衛兵為什麼每次檢查都檢查不到 因為他設定了嘛 他設定特定的東西 要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他不會去檢查這個袋子是不是他的 他檢查袋子裡面有什麼東西 沒有就放了 結果人家整天幫你拿走 你知道嗎 台灣人也是這樣 每次看選舉 選舉結束是什麼 誰人動算 誰人動算 誰人都在動算 結果而已 整冬家都算了 你去投票就幫助中華民國 在地合法化 他有一個民族的程序 有什麼什麼 算假的 因為你的議題被人家設定 你只注意那件事情 整冬家都拿走不知道 他們賣去還帶人家算錢 這就是台灣人 被人家賣掉還幫人家算錢 來 不講太多 下一個 所以呢 我們對於我們所見看到的證據 在法院也是這樣 在法院裡面判案 法官手邊太多證據了 你就要分類 這個證據是屬於哪一級的證據 我來講 證據分很多 有一種是A級 B級 C級 D級 X的話就跟不列入法院裡面的 要列入法院證據 必須要什麼 是真的才可以 假的就不行了 所以假的就排除掉 真的裡面還分類 分ABCD A是什麼科學證據 那科學進骨走出來 用科學辦案 那就是存的都不用說了 假的說法 乙的說法 那不重要 因為科學證據會說法 就是這樣 什麼叫科學證據 比較接近客觀 因為是推論假設 假設說原告在當天晚上做什麼事 那叫做推論 那不是真實的事情 但是這個叫做科學證據 可以知道嗎 科學證據裡面有包括幾個 一個基本邏輯推論 比如說進化論 為什麼是論 為什麼不是真理 因為這是一個 一下就被推翻的事情 舉例來說 化石為什麼只有那幾個點 中間產物怎麼沒有 那對人高山中間沒有中間產物 沒有耶 中間的化石怎麼只是 而且單獨的點裡面 挖出一大堆的化石 中間的到跑哪裡去沒有 那以前的進化論 就給你連連看 幾個點把連連一條線 結果不是這樣 你有可能是單獨一個系統 一個系統獨立出來的 好 不講太多 第二個物理性質 那是針對有機物做測試的 有機物 我們家後面挖了一個屍體 我認為它是木乃伊 我覺得這是三千年前的 這是古董 科學證據來鑑定 不是你親切講講 這我們阿祖阿祖阿祖 不是這樣 那就是用碳十四 把檢查 警察裡面的碳 把檢查之後 碳會半摔期 來算時間 這種科學測驗的方法相當準 但是只有在五萬年裡面 比較準 超過五萬年沒有 再來氧化 比如說我們家後面 還挖到一把菜刀 這表示我們這個 三萬年級的人 都要去營菜刀 你給我騙 你要證明一件事情 上面生鏽氧化程度幾年 這可以證明出來的 再來就是DNA 待會我會講更多 因為現在科學越來越發達 你只要用棉花棒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 馬上沒有幾天就都照出來 你的DNA 兩公尺的染色體全部給你拆出來 DNA幾億對排序都出來 第二個是歷史文獻 再來文字記載 文字記載跟歷史文獻 有什麼不同 比如說文獻是什麼 比如說合約 條約 這種要牽扯到很多方一起同意 文字記載就是主觀 某某人還是某一個國家的觀點 他不會牽扯到太多 但是歷史文獻 比如說捐鑽合約 49個國家牽扯了 你現在兩個人同意一件事情 牽扯都不容易了 不是嗎 你要結婚 兩個人要同意一件事情 更何況49個國家同意 同意一件事情 把他簽約下去 更不容易 所以他可信度相對就是高很多 去到B級 C級就是主觀的 這樣會 ABCD這樣分出來 下一個 這就是Historic Document 就是歷史 要這麼多國家 在後面看 簽字 合約 就不容易毀掉了 下一個 不是你一個宣言可以毀掉的 Archive Archive是蒐集資料 下一個檔案 算歷史檔案 說到這個我來講DNA 這張有看過嗎 有誰看過嗎 我跟你講 國家地理雜誌知道 大家都知道 沒有看電視的國家地理頻道 對不對 他們很有錢 所以他們幾年前 做了一個很 有一個叫Dr. Spencer的人 做了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因為DNA越來越發達 他就把每一個人口腔這樣刮起來 要把它做實驗 你知道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做一件事情 你的染色體會複製 傳給下一代 染色體喔 染色體把它拆開來 染色體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錯誤 不是每一次都 粘粘粘把它拆開去 有誤差那叫做變異 這個變異細胞的話 變異的染色體會繼續傳給下一代 所以如果對你這裡出來 所有的怕孫身上 都有帶著一樣的記號 就知道這些人 是對你身體照出來的 一代又一代 科學家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他就倒追 於是他把所有人類的 遷徙圖就造出來 它的樣本 你如果在座各位有做科學研究 70萬個樣本空間相當大喔 你說林馬里一萬多個 這70萬個 把全世界的人 從哪裡來往哪裡去都抓出來 所以他就畫了這個叫遷徙圖 遷移的圖啦 你們看這個圖的那看嗎 現在其實所有現代 活在世界上的人類只有一個源頭 只有一個源頭 對都要來 最後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所有人類從哪裡來 你看那箭頭對吧 倒追 追到哪裡 非洲 對 人類共同的祖先 6萬年前 在非洲的一對男女生下來的後代 6萬年 不會超過6萬年 那時候就有一個學員說 徐老師不是有北京 山頂洞人50萬年 我再親自說說 那些人的DNA 現在沒有存在我們人類當中 要不然你把那個人抓出來說 這個人有山頂洞人的DNA 你沒有取一下就好了嗎 沒有嘛 那群人老早就滅亡了 真正現在現今活在地球上 所有人類同一個祖先 都對非洲來 6萬年前 6萬年前 好啦 人家跟徐老師 你說那非洲有燒到哪裏 我想知道我從哪裡來 我們台灣人從哪裡來 我們就看 非洲出來之後 有的歐洲 有的往別的地方跑對不對 我們有一條叫做M174 北部走到南葉門 再走到印度南部 再到馬來半島 就來台灣 去日本 去朝鮮北部 再去所謂的中原地區 這樣看不見 這是4萬年前到台灣 所以韓國人說 這出來之後韓國人說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起到要死 韓國人說怎麼是我的祖先 偏偏就是 這是科學證據啊 科學證據啊 但是日本人又是韓國人祖先 台灣人又是日本人的祖先 所以 所謂的中原地區有多少人 你看 烏烏歐洲中亞來的 又從蒙古下來的 又從北歐下來的 又是印度上去的 很多種 很多種在裡面混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啊 那不是 大雜種嘛 對吧 2萬年前在那裡 所以我們不是給他招待 他真的是雜種啊 我們相對比較純啊 為什麼純 你知道我們來在這個島上 沒有什麼科學技術 好像我們防航海 我們在島上 就在生意拖下去 又沒有跟外界接觸啊 那是最近幾百年才開始接觸啊 所以誰數點望族啊 中國人支那人數點望族啊 我們是他的祖先啊 所以台灣人來去拜中國人做的祖先 不會做啊 台灣人不會做的你知道嗎 每個親民節都在背做的你知道嗎 你的祖先在這四萬年 你不去拜 去拜支那人 我們買你的人 電動拜去了 那是中共騙去的嘛 中國人知道文化給你騙的嘛 人家在這邊2萬年前 才剛才來 我跟你說 透過語言教育 你想說我說台語 我就變台灣人 我說客威我就變客人 結果都不是 我們都是MEC 是啊 高山祖跟北部祖的後代啊 在這個島生團四萬年啊 很純的嘛 這是科學證據 由不得你騙的嘛 所以這個Dr. Spencer 講了一句話很有名 他說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in hidden in our DNA 就是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DNA裡面 沒什麼騙的啦 沒彩條騙的啦 你現在世界上根本沒有中國人啊 也沒有支那人 也沒有漢人啊 你定義出來看看 你說這叫做漢人的DNA 我們來match看看 我身上有沒有漢人 他定義不出來為什麼 因為裡面是大雜種啊 大雜種怎麼有純種的DNA在裡面 沒有啦 沒有啦 那裡面漢滿蒙雲造船廟 那幾個族的啊 在孫中山之前就有很多人啊 那不是 很多人不同的部落裡面修台 人家已經繳繳繳了啦 沒順的啦 他現在只是說文化上 要把你壓制而已 用姓氏 我們以前組隊 我們也是沒有姓氏 那我們的姓氏系統是 阿公的名字 像爸爸的名字 我的名字 比如說Peter John Rock 我叫做Rock 阿公叫做Peter 阿公叫做Peter 爸爸叫做John 名字是這樣倒的 我生的東西叫Water 叫John Peter Peter John John Water John Rockwater 變成這樣去 為什麼三台你知道嗎 因為過去跟 財產的分配有關係啦 說這個死人死人 可以追回去啦 三台就夠了 那平均素免沒有多少嘛 你知道嗎 那這種系統 目前在印度還有啦 有姓氏系統 你說什麼 小燈小燈 那都給你騙的啦 那是中國來這裡給它試性嘛 我剛才說 用姓氏原宗教給它彈下去 你就變成野人了 灑一下精子 你有認主歸中認錯主啊 你的祖先在這裡四萬年了 你不會做啊 你去拜中國人做 你的祖先你就不會做啦 這叫科學證據啦 我把A級的科學證據拿出來給你看的時候 你還在 還在傻傻傻去拜中國人 大家壞去了 你知道嗎 誰才是純種 相對純種 我們是他的祖先 他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跟他拜 你知道嗎 來 下一個 這裡還有時間點你看 六萬年前白色這個在這邊 從這邊出來 五萬年前走到這邊 你看到台灣人 到台灣這裡四萬年 對吧 這就是所謂的中原地區嘛 他們到這裡已經兩萬年前的事情 差了兩萬年 那幾千人歷史算什麼 什麼都不算 來 下一張 這齣味 你叫什麼 你一嘴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五封住你 你就叫拜五好了 很好笑 你們知道這個故事嗎 魯冰孫漂流記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 不知道的人我講一下 魯冰孫漂流記 是一個1719年寫的小說 就說一個白人坐船 遇到大風浪船擱淺 就逃到一個荒島上 煩惑什麼就給他盡 另外的聖夏物資 固固給他再蓋一個樹 戴幾十股 戴幾十股之後 當地的土著來找他 看著那個人說 欸 你什麼 我給你賠儘好了 拜五封住你就叫拜五 所以以後他就叫拜五 星期五 是這樣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好笑 好笑原因在哪裡 應該是在黑人跟這白人賠名 不是在黑人跟黑人賠名 你們覺得很好笑嗎 是 黑人待得很久的嘛 你白人是外來者嘛 入侵者嘛 照你說是該號名嘛 欸 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嘛 是白人跟蜂蜜 一個台灣以前的名字叫做台灣 母親的名字真的叫台灣 母親的名字是不是叫台灣 不是嘛 叫什麼 鳳摩沙也不是嘛 在鳳摩沙之前台灣叫什麼 我也是幾個禮拜 什麼蓬萊仙道還說 喔 那是中文的啦 不要亂說啦 沒有啦 沒有名字啦 這個土地在那裡 生日四萬年 那時候支那人都還沒跑出來 我們四萬人在這裡沒有名字 為什麼跟外界沒有接觸啊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北美印第安人為什麼叫印第安人 沒有名字為什麼 沒跟人家互動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以為全世界這麼大 怎麼可能會替自己說 我叫什麼人 那是等到你跟人家互動 才要給對方名字嘛 所以當初台灣人只有各個 幾個族 不一樣族的名字而已啦 沒有說針對這個島 給一個名字 那很奇怪 除非一個人那世紀有多大 說我這個地方叫台灣 或叫佛摩沙沒有嘛 那是歐洲人來到台灣 葡萄牙的人說 哇 西班人說 這叫做好美麗的島 叫佛摩沙嘛 是這樣啦 你知道嗎 本來這個土地沒有名字啦 我們在這裡生長四萬年 我們裡面老的血很順 高砂主義 應該很驕傲自己是誰啦 我們是一個就很清楚 有這個血液的人啦 今天這一家台大 台灣民進會的新聞新聞 證明很多事情了 包括你是一個獨特的人 不是自那人嗎 不是我們又是獨特的人 在這裡多了四萬年 這樣不夠清楚嘛 科學證據也跟你講啦 下一個 個人部也沒有發現新大陸 個人部發現新大陸 老早幾萬年就有人住在那裡 你知道嗎 好啦 再舉個例子 毛利人來台東巡根 毛利人有一個理工大學學生 電影戲照來家 女生都佩戴一些玉器相連 看到原住民美術館裡面的東西 嚇一嚇 說玉器跟北南遺址出土的玉器相同 嚇一嚇 我阿嬤團幾個台 怎麼跟家裡一樣 很簡單 怎麼看 他們是對我們這裡去的 所以呢 很多考古學歷史學家認為 他們從庫克群島 波西尼亞地區的來源 甚至科學家發現 毛利人跟台灣的原住民 這些很接近 不用很接近 我們就從這裡去的 因為我A級的證據出來 我那個整個歷史的大架構 已經給你了嘛 那是科學證據嘛 你現在不管是考古學家 還是歷史學家 那都是推論的嘛 推論找證據去解釋它那個 他們英文叫Hypothesis 是建立一個模型 然後找證據去支持它的論點 所以這個科學證據 DNA一出來之後很多的 他們以前寫的書都可以認掉了 一半以上都可以丟掉了 因為過去沒有DNA的技術嘛 所以很多事情都挖到一個東西 都開始別人構書 別人構書來找證據 如果錯誤的話 他重新修正它的模型 就是做科學研究 但是有一級的證據DNA照出來 這都沒行為的事情 知道了嗎 下一張 再下一張 以前台灣叫什麼 我稍微推紀念 Formosa the Beautiful 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 1920年的時候 1920年3月號 以前紐約的報紙頭條 一直轟炸台灣 你看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你怎麼用台灣沒有啊 福爾摩沙 那時候叫福爾摩沙 來 下一張 這三分之四個條約裡面寫什麼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 Pescador就是澎湖 Formosa就是爛價 在條約裡面 就是你要交易買賣的合約上面 一定要寫你的證明 那不是 還要取你的代號 說這叫阿飄啊 拿到這間房子 要交四百萬買給 阿飄是什麼 沒有啊 一定要名字嘛 張阿飄嘛 還是丹阿嬤 丹爺阿嬤還是什麼 一定要個名字寫下 清清楚楚 可以認得這個人嘛 來 下一張 講到這 我跟你們講 你們是什麼時候開始 知道說 我有我這個人存在 主持人跟大人 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存在 開始接觸媽媽的時候 你出席後 頭一小子都在腰 媽媽給你照顧 其他人都還沒有接觸到你的時候 媽媽先接觸 第一個餵奶就是媽媽 你打起到媽媽 聞到媽媽的味道 就說 透過認識媽媽 為你來認識到自己是誰 我存在 我很重要 所以我把頭腰都有人給我吃 我好多人給我人 讓我開心 慢慢的兄弟姊妹去玩 再來爸爸去玩 再來其他親戚朋友去玩 所以你就慢慢建構自己的存在感 越來越看越來越大 慢慢長大過程就這樣 建構自己的他們叫存在感 Sense of existence 存在感 那存在感強的人怎麼樣 他就有自信 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人會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因為他有自信 學問起來就很快 那有學習力強的人怎麼樣 實力就強 競爭力就強 阿拜出去社會就競爭力 因為他有自信 但是倒過來講 如果自小的時候 把頭腰去往生出去買 趕一下 你怎麼會嚇一跳 對不對 好 去往打 怎麼會這樣 是什麼狀況 小孩子會混淆 所以我過去 我去幼兒院裡帶孩子 帶他們遊戲 給他們東西吃 都遇到一些一樣的情況 不管去哪一家 總是有一兩個小孩子 躲到腳不開走出來 我後來才知道 後來老師跟我解釋說 他們從小就是瘦女兒 你東西給他吃 繼續吃 他沒有拒絕吃 但不要讓你注意到他的存在 那這種小孩子就是 很沒有存在感的小孩子 非常的low esteem 是沒有存在感的小孩子 從小瘦女兒 因為他在建構 他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不僅被否定 又被虐待 你知道嗎 台灣人都是這樣 為什麼 過去我就說 我是台灣人 啪 把你拔下去 我是台灣人 省嘴巴 把你折騎 把你折騎 我在講 我是台灣人 是折騎不對 你是中國人 還把你灌一個名字下去 過去台灣人的情況 所以大家都受虐的臉 臉手 用虐待靈體到香港還不知道 我台灣人拔下去 沒有幾年前我要講 我是台灣 台灣這兩次都不可以說的 沒幾年前 不可以說台灣 因為年輕人 可能沒有經歷到這件事情 這只不過少幾年 戒嚴之前 你連台灣都不可以 這兩年都不可以折騎 折騎代表一個立場 還在那裡還在那裡 連台灣台語都不可以說 那很瘋 台灣人都不可以折騎 台灣人都不可以折騎 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到現在小孩子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受虐了 台灣人受虐了都不可以 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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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自己決定要這樣子 被虐待的嗎 不是 為什麼 我們把承認 我們被人家佔領 但是都不跟你說 但是你把我給我承認 你不能把我解釋 你不可以換我的名字 你佔領我不可以改變我的國籍 你佔領我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 你佔領我不可以叫我去買武器 你不可以拿你們的護照 你為什麼不改變我這個人的 這個人格 這個特質 你要按照战争法来执行 没有 来给你拎在的是什么人 国家的 是一个死掉的政权 鬼子 给你骗的人是鬼子 我们继续就鬼子去懵逼 所以我现在再讲一个故事 过去 在圣经上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所谓叫做格拉森 格拉森是一个天然的石灰原动 你知道酒灰 水滴滴滴滴的骨子都有一些磅 很多磅 有一个地方就是石灰原的地形 水滴滴滴的地方全部都是洞 很多磅 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用的用途是什么 人死了 不过包包的蛋就行了 不用做刮叉 所以久而久就是格拉森这个地方 就变成一个中东地区 格拉森犹太地区 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天然的坟场 坟场多你知道死人多 对不对 坟场就是死人 死人多表示什么 魔神多 鬼子很多 鬼子很多 鬼附身的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里面有一个人 就被鬼附身 既然没有穿衣 黑白状 手 走来走去 村子里面人感觉很麻烦 全去把铁垫拔起来 这样才没问题 结果空无有力再来冲灯 再走回去 坟队里面整天都走来走去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之后 这个人就穿到耶稣头上 永圣上帝的儿子 我时间还没交 你现在就来了 是怎样 现在就要下地狱 耶稣没有跟他多讲话 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这人说 说不出来 被鬼附身 他说什么 我的名字叫群 一群一群 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 很多 坐到一群 就鬼替他回答 他没有能力回答 耶稣就说 从这个人身上出去 鬼就 耶稣是一群一群 一群一群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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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附在猪的身上 两千头粗就冲到海里面 全部死掉 看到那群一群一群 两千了 这个人恢复理智 醒过来了 耶稣叫他把衣服穿上 他就知道自己的名字 过去台湾人也是一样 被鬼附身 说不出还要跟他人家 讲不出来被人家製造的 要说就说几位 那就是台湾人 对吧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华民国人 就是啊 鬼听你回答 鬼听你回答你的名字 就是这样 台湾人被鬼附身 现在很理解了 法理出来了 台湾民政府说的 台湾地位正常 法理出来之后 鬼就要走 中华民国这流氧政委员就要走 一照他是知道他要走 但是有一天台湾人 黑湾人买给他走 是什么人 过去扣鬼在贪吃的人 什么人 冬季啦 冬季买给他走啊 冬季如果鬼走都没法贪吃了 对吧 以前是透过冬季附身 招搖状状骗给人骗钱 对吧 现在鬼走就没人在吃了 就黑湾人扒着鬼卖走 鬼卖走 就这人啊 什么人 国民党里面的本土牌 民进党啊 其实民党里面的台湾人 很多都是这人就是这样 黑湾名死巴的死掉的政权 买给他走就这样 很可恶啊 台湾人都有这人啊 余虐啊 还有一个名字 叫余虐啊 就是已经开始了 万代啊 这人死巴的过去的 以前里面有好处 买给他走就这样 余虐啊 你知道吗 但现在台湾都要出发了 如果继续挤后开 以后就处理啊 很明显啊 虎搞虎搞的一定要倒霉啊 那这些旅行政协都出来了 那种艺术很明显啊 旅行政协的标准是什么 那出来了不得了呢 这一堂课不值得讲那么多 来 下一张 照片给你看 鬼附身 牙手来给他看照 真理出来鬼就要走 下一张 被抓到贼或的王子 在发现自己的真正身世之后 你们现在经过我讲了这么半堂课 怎么样 知道自己是谁了吗 我们是谁 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真好啊 应该有一个同学说 我是台湾人 我总算知道我是台湾人 我是男生需要证明我是男生吗 不要啊 那是你自然的血统 但是你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身份 你今天被保护不是因为你是台湾人被保护 而是你是大日本帝国臣民被保护 为什么大日本帝国臣民会被保护 第一个你上面有人 第二个你是战败者 你才可以在战争法里面接受法律的保护 你若是普通说我是台湾人 都随着人算了 没人给你保护 你上面没有人 你只是告诉我我是印第安人 但是没有人保护你 我住在这里很久 那不代表什么 我刚才说了 你有你的看法我有看法 谁都看好重要 实力的人有重要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告美国 过去贏 是用大日本帝国臣民的身份去告美国 你用台湾人去告他 插忙不插他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是大日本臣民 你是战败被美国占领 他是主要占领全国 他把你占领 他就要按照国际法 万国公法 按照战争法来处置 被占领地受保护的人民 我们是被占领地保护的人 所以可以放这狗来给我们加 是这样 我们现在要把你干走 你要占领我 宁可给美国和日本占领 我不要给你中国自那人占领 那凭什么 对不对 是这样 台湾人还不知道 现在下心还去破那些人 你去参加就做同样的事情 帮他一起欺骗台湾人 来 接下去 那怎么办呢 我刚才讲 好 你知道你身份下一步是什么 回到原点重新出发 哪一个原点 1945年912号 我们宣布 天皇宣布战败那一点 我们回到那边 所以我们的身份证 所以要去查户籍腾本上面 说你的北部那时候是什么人 是不是在大日本帝国层民 户籍里面有登记有案 不是说我是说什么 我说台译我台湾人 没有啦 这没保护到你啦 很多中国人在这儿流氓的那里面 第二代第三代说的台译比台湾人的 你怎么还敢说的那是怎么证明 那证明什么都证明不了 马英九也说我也讲台湾话 我也要讲啊 金民党那些也说我也要讲脚尾啊 宋主席说他也要讲脚尾啊 那你就会变到台湾人 不会啦 我们现在说战争华联的 你的身份是很清楚的定义出来 就在那个9月2号的当天 你在这个大日本帝国户籍上面 登记有案的人的后代 还是那一代已经过去了 还有后代 如果没有过去的人还有 后代 父母亲状况是 证明你是谁 你身份确定以后才享受到这个 来 下一个 下一个 先不够 下一个 好 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 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 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登五名 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 理由是这五人涉嫌 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等罪行 这将使得江泽民等人 若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 中国官员则强硬回呛 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是自取其辱 有胆就来吧 这句话很奇怪 西班牙是一个大国吗 照理说中国人 我的总理被人家在西班牙 这个小国家欺负 我就一定要禁止做生意 拜拜给你买东西 你那些东西也要一次 不要吃给你欺负就行了 对吧 结果不敢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西班牙是欧盟的一份子 你不敢跟他这样 他就代表后面欧盟 你中国不要欧盟你会死 第二个 真的有证 人家的指控是真的 你中国真的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的说明 因为现在不用被人抬了 大量的中国人走在里面 就有办法给你解割了 对吧 跟你拎 拎到你的人没去 所以西藏大人 下西班牙 带一个人奔走国外 到印度 德兰沙拉 找到那边 住在那里 保持他的语言 宗教跟人民的血统 不然就会被灭掉了 是这样 是这个理由 过去台湾人也是这样 我们北部说 不要叫我阿姨 不要叫中国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时候可能不满 但是现在你知道 那是被占领地的人民 要保留他的种所做出来 女性会做出最基本的呼求 再来他们的症也没去了 我们M174后代的种会没有 你如果跟他灭 你就想说你中国人没去了 台湾人没去了 消失 在历史上消失掉了 M174后代的人没去了 这症就会灭掉了 是这样 你要有这种的自觉 第一个我头要用科学证据 告诉你你是什么人 第二个你有这个型分 想办法去自觉 就要蹭起来 你要保护你的种 中国人很假笑 一方面说 熊猫在要绝种 我想办法来保护熊猫 对吧 用国家力量培育什么 寄成一团 一方面对西藏人 想办法要追杀到底 要把他冲到没去 是不是 大量人口积枚 现在中国人有大量来 所以台湾人 北部说你不要嫁 我跟你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嫁 偏偏嫁或取 你可以嫁给非洲人 白人 印度人 什么人都可以 偏偏就不能嫁中国人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是种族歧视 我们也没有资格歧视 我们是少数民族 我们歧视谁啊 我跟你讲 因为其他国家对这个土地没压心 你知道吗 中国对台湾有野心啊 其他人要跟你结婚 他真的要跟你结婚啊 中国人大量的人口跟你染 那是要把你消灭掉的意思啊 你知道吗 台湾人认同错啊 去败野心 对他的生 整个人叫他抓去了 以后就这样输了 那克里米亚的人 全部举手公投 我们要跟中国统一 变成这样 笑的 所以这是他用的方法 他不是用法理上的方法 他用透过教育 语言姓识给你改的啊 这违反战争嘛 我们遭受种族灭绝耶 台湾人MV72后代 住在这个地方 以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嘛 上面掠夺者来都随着人冲嘛 但是后来有人跟我们结婚啊 大日本对我们跟我们结婚啊 我们现在是明媒正群 有属于谁的啊 那你怎么还可以对我这样子 天皇被悬置不能讲话啊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法理啊 要鼓啊 是这样啦 台湾人都要清掉了 要不然你的种会被灭掉耶 下一个 以前犹太人 二次要六百万人被杀 所以犹太人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 也非常恨这种事情 种图屠杀的事情 所以他就通过一个法案 Convention of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Genocide就是种族屠杀 针对这个什么叫种族屠杀定义出来 你可以上网去查 1951年通过 其中一部分就 Forbeasing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强迫你的小孩子 送到另外一个接受教育啊 把你的小孩子送给人家 让人家习啊 就是这样啊 因为你的小孩子 我们上一代去用二百 去用台 这一代去替人做兵 第三代送去用对外人受教育 那不是灭了我们自己的种是什么 以后就没有台湾人了耶 说得那么欢迎 台湾人不是啊 M1742后代啊 本来讲西拉雅语啊 因为长时间被人家统治结果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我们都是古代湾人家统治结果 我们都是古代湾人家统治结果 我们的血液里面告诉我们是谁啦 清清楚楚啦 无论好笑 无论青菜人家统治 不要因为人家讲的故事你就相信你就 就吃掉了耶 要知道啊 下一个 我待会儿还讲一个字叫自愿回收人 我们从何处来 我们是什么 我们往何处去 这是大西地 你知道那个画家吗 塞塞 不是 那个 我待会儿再讲 高庚啦 高庚画了一幅画 他那时候过好日子过到背了 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跟我们一起问台湾人 你是谁 你现在在哪里 你要我哪里去 你每天忙忙碌碌在无影响 你要知道自己是谁 你要知道往哪里去 我现在再给定一个新的名字 叫自愿回收人 什么叫自愿回收人 过去部落跟部落之间 修台修爬 会做什么事情 通常赢的人会把败的人全部杀光 对不对 为什么要全部杀光 怕你以后来报仇嘛 我不要让你报仇 所以我都在台湾就没问题了 但是旧起来这还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的土地越越多了嘛 水质越越大 你要有人去种啊 土地变大 没人家 所以他变聪明 以前的掠夺者做一件事情 把你都更厉害 更厉害 更厉害 都在台湾 村的老肉腐留在那边 继续种田 种菜 只能够 抽水把你抽到回来 你也不会跟我反抗啊 因为都是老肉腐乳啊 没杀掉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经营去用台湾啊 村的台湾人就是这样啊 这个人我给他接名叫做资源回收人 资源回收人 本来是本手被淡掉的 丘头都来输用 叫做资源回收人 我们价格就是资源回收城市啊 香港啊 过去英国在统治嘛 因为中国弱 英国吃掉 吃掉后会给你通敌嘛 通敌要做一个系统在那里转嘛 只要时间到总督给他集中 所以这样去转 现在中国时间到收到回来 江泽民跟那个 以前的邓小平说 舞蹈跳舞 马蹈跑 五十年不变 你们价格就重 那就是一个当作资源回收人来输用 你知道吗 结果最近一国两制没法做 为什么 台湾不是他 知道吗 你一直做一国两制是要骗台湾人嘛 一个国家两个制度你继续做 是要给你吃啊 现在台湾知道他没法做啊 香港哪有一国一制 哪有一个人两个人格 那不就分裂了吗 一国当然一致嘛 叫你唱中华人民解放军的歌 香港人聚起来 什么上街抗议都没好 没有啦 这人没好 够整天也要吃饭了 也要回去工作啊 你凭什么在那边再撑下去 没好嘛 而且明明你就中国人了 过去叫英国人解放军 我们台湾人也是啊 叫中国人解放军 你明明日本人啊 身份很清楚啊 又在想的太冬太晒 搞不清楚就资源回收人嘛 资源回收人呢 就这人人叫台湾是因为回收 这种人在做什么事情 平常就吃饭 睡觉 唱歌 跳舞 买东东 吃饭 睡觉 唱歌 跳舞 买东西 这是他每天的生活 他也不晓得从 他也不管往哪里去 他只要三回饭吃就好了 这就资源回收人了 香港就这样子啊 所以要回收之前 香港人都跑掉了 对吧 我跑英国 加拿大都移民跑掉 对不对 对吧 比方都跑嘛 村子没办法 老的就是做中国人嘛 但是你跑也没好呢 因为这里还是资源回收人 他也不去效忠人家啦 还是维持每天工作啊 赚钱啊 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 所以世界各国修 没关系啊 你反正来工作啊 时间搞交税啊 对我来讲没差 都是资源回收人 台湾人这段就是这样 你跟他说法理那时候 他不要听啊 就说 啊 说这个有点招 我每天还要上班下课 待会再学校子 我不要来的 那就是 他是资源回收人 下一章 没有头的身体 叫做资源回收人 跟他一个辛苦啦 正常的运作啦 但是没有效忠的对象 你说他没有效忠 他说我有喔 他的效忠对象是谁 媒体 你知道这群资源回收人的 记忆力有多长 记忆力啦 记问题的时间多久 我要跟你讲 媒体多久他就多久 收水游一个月他就一个月 红中秋一个月他就记忆力就一个月 对不对 红中秋一个月就一个月 为什么一个月 因为新闻一个月之后 新闻没有再报啊 他就忘记了 就这样啊 他的记忆力就是按照媒体啊 所以媒体是他的头啊 媒体叫他看黄色小鸭啊 他就去看黄色小鸭啊 他去买什么 他去买什么 现在谁什么最夯 他去做什么事情 因为叫他做动作就是媒体 你知道吗 过来台湾人叫媒体洗脑啊 每天看报纸啊 继续给你洗啊 其实台湾民政委这个已经很久 也在国际会议中心 办那么大的东西 媒体挤挤嘛 没给你帮 因为这个系统里面有问题啊 所以你如果继续在看媒体 你就快要洗脑子了 你现在他用中文 帮你拉到中文系统里面去思考 以后Google不要再打中文了 你打英文嘛 打日本结果都不一样 下一个 这就是这样 再下一张 给你分类喔 那外面的人大部分是这样喔 这些没有头的人 我们是有头的人喔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效忠谁了 这是没有头的人喔 没有头的人像日本也是喔 他们很有效率 他的头有点半玄制 不是说完全没头 天王玄制在那边 香港就是喔 连头都没有了 现在要收编 派一个总督来 香港人就上街抗议 我们不要这个总督 为什么你不要这个总督 因为他有头 我们没有头 他们要选一个跟他长得一样的人 当领导人 懂吗 可是中国派来的总督 是要效忠中国的啊 你知道吗 所以这没有头的人 你也不用受给他帮助 他成不了什么事 做事情就是没有头没有脑 你真的放给他做 他就说 你要诉求什么 你也说不出来啊 我们要选总督 我要选什么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你买得拆 都没事情 时间过了 就结束掉了 统治没有脑的人 就是这样统治的啊 过去国民党要统治 台湾人也是这样统治的啊 你没脑嘛 没脑我干嘛要花这么多力气 但是你这个跟有钱 没有钱没有关喔 你可以很穷 可是有脑喔 过去整个中国里面 都是有脑的人喔 党中央全部效忠 对不对 上面做一个命令 下面一个动作嘛 香港是没有脑的有钱人啊 中国是有脑的穷人啊 但是现在开始有钱了 但是他就要一个动作 他就全部一起做 台湾人没脑 现在要把他争下去 有人反抗 没脑就很高兴了 你也不要跟他勉强 因为人本来就是很多这种 还会儿子还会儿子 那叫动物 动物啊 动物有什么吃就很高兴 满足的表情 没什么吃 起步就开始露出胸光 动物的行为就是截火 拿刀子骑机车去砍人 那就是动物的行为 看男人就笑 就是这样 那动物不一样嘛 当然我们也有属于 肉体动物的部分 也有精神的部分 也有头的部分 我们是有头在掌控我们其他部分 他们是没有 上面都没有就是那个 所以他是按照他本身的instinct 直觉在做事情的人 我们四周围有很多这种 所以他没有在管 这层人还在管说 你做沙拉油不能恶搞 这群人是做沙拉油可以恶搞 因为他是动物 了解吗 不管人家死活 没有道德 也没有理念的人 他的探浪金就要做了 很多人都很多 你说你们说那么多有点好吗 我做饭来可以吃 你有听到跟台湾人说这样 有没有办法当饭吃 你讲法里有没有办法当饭吃 那些人就是动物 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 什么东西都可不可以吃 这个可不可以吃 是不是 你说那些有点好 有点好做饭来吃 听到这种话 你会把它定义 它就叫做动物 你知道吗 动物啦 动物这些三文件都会吃不吃 来判断这个东西的价值 是不是 如果比较高尚一点 你就不会啊 你要赚钱 但是你要考虑到其他人 就是有社会性的一群人 国家上面是没有 效忠对象 但是效忠对象 要看效忠对不对 你效忠错人也是问题 像现在很多台湾人去效忠中国 我等一下会说 要愚虐 美国ISS 西藏 中东地区 回教国 里面都有效忠对象 那些人是不在乎身体的需求 一细都他就不在乎 因为他有头 所以头是谁也是很重要 下一张 这个是动物啊 没有效忠 资源回收人是有组织有效率 至于这些人 就跟我们地方派系同样 一堆动物啦 一个派的在那里灌一堆动物啦 但是基本上你把传给传给传 这些人都钉钉钉钉 叫你随着你叫啦 随着你罢 叫你去台湾喔 一顿就去了 动物啦 这种也是有组织 社会组织架构的 你知道喔 下一个 我刚才说了 来 下一张 等一下 上一张 我们现在 民进卫人 我们要比这种 会在通知这些人 因为我们有清楚效忠对象 他们不知道喔 那我们为什么要效忠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效忠 你为什么要效忠 是为了我们M174的人的生存 我们这些人要灭掉了 那些领导者没走出来 我们就去我们灭掉了 那大部分是这些人都去我们灭掉了 如果只有下面这一群人 很快人家就把你灭掉 但是我们有头的人要站出来 看得懂法理的人 你就是有头了 你知道我们这跟我们整群人的命脉 有关的事情走出来 就要修得住 是这样啦 知道吗 要守住法理 保护我们的后代 这是人的基本的人性嘛 算没效呢 奇怪 大家好像说不听 奇怪 下一张 好啦 生完为奴隶的人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没有死官不需要传承 因为奴隶眼中看这一生 实在找不出什么好引以为要值得纪念的事 没有计划也没有未来 奴隶根本不需要计划 因为未来掌握在主人的手中 没有主人同意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奴隶 如何往前看 因为双手捧的那口饭 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奴隶总是告诫他的后代说 想要做什么可以效果最实材 小心如果把他眼前的收饭拿走 换成桌上一盘 龙虾海鲜开胃菜 加上一瓶法国香檳酒 他会拼着老命冲过来咬断你的手 现在就台湾人做这件事 如果说法力 他给你加 如果说法力 他给你加 就这种奴隶心态 下一张 好 再下一张 我今天不讲那么多直接跳这个 好 再做各位 有谁是追求自由幸福快乐 告诉我 举手 我说我这辈子就是追求自由幸福快乐 我说不行 以前有人抓手 我说完蛋 我举个例子 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 不是你应该主要追求的目标 再仔细听 自由幸福快乐 不应该是你追求的目标 而是你做某件事情的附带副产品 怎么说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医生 他说我以赚钱为目标的医生 你敢不敢去看 不敢 如果说探钱是我医生的目标 你这种医生不敢去看 但是有个医生说 我以赚钱 我以救人 提供最好服务为目标 这疑心你要看 对吧 因为他的态度对 所以他的缓价很多 他的缓价很多 所以他贪很多钱 这样就对了 他因为做对事情的损失 照顺序做 所以他获得这个成果是对的 但是你倒过来 只要追求成果 不管手段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能把自由幸福快乐 当做我们追求的目标 是不是 比如说一个女的 这个老公好像可以自由幸福快乐 我就嫁给她 结婚以后发觉她不能满足我这条件 我再换人 因为她主要指导她行为 行动的准则 是自由幸福快乐 你不符合她就换掉 这样不对的 应该是怎么样 我爱这个人 我愿意跟他付出代价 两个人便手足足 建立家庭 可以吃骨耐脑 最后爸爸做 爸爸该做 妈妈该做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书 晚上回到家 爸爸和妈妈 住一顿丰盛的晚餐 大家一起坐在桌上 一起吃饭 享受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 对不对 它是一种感觉 是你做对的事情之后 伴随而来的副产品 是这样才有 你如果只是追求感觉 我跟你讲 你飘来飘去 什么事都可以做 嗑药最快的 嗑药马上就自由幸福快乐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这一句 我也是要说什么 看的台湾人听 就说我现在住地保 我开Bugati的跑车 对不对 我想到你来对你明镜乎这一头 我跟你说 你的结果不对 他觉得那个就满足了 可是你透过的手段不对 透过在这个假的中华民国体系下 做的事情 我们做事都要名正言顺 不然去做收水油就好 像顶兴集团这个 在台湾人骗 透过政治的力量 工会的力量 什么地方要跟台湾人骗 所以台湾人说我们去抗议 不好意思 你在这系统底下 比较努力 这个在这边有位阶的不同 位阶是什么 能量位阶像物理学一样 你要进到另外一个特殊能量 挤到那个位置 否则你永远在这 只能往前往后往左 有的台湾人说我现在很自由啊 不好意思你的自由是奴隶的自由 我们以后也是奴隶 可是中间这一层把它弄掉了 直接上面来管理 是这样啦 所以你五十万人抗议也没有用啊 你就是人家说 一台九条抗议也要做你总统啊 因为他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你是在游戏规则里面的人 你永远也不会跳到那个位阶 知道吗 你开了没给你住地板又怎么样 你的小孩子接受是奴隶的教育 奴隶啦 那名字删不去啦 下一张 再走 我讲日本 时间到了 来讲日本 来走到日本 时间不够 日本那个照片 几个那个 所以我今天 在时间上拉长台湾人的史冠 在空间上从不同角度观点 从MVC4的生存角度 来决定观察角度 下一个 再走 再走 你看 你看这个是刚刚把你骗的 以前这你都看过了 明朝真正的土地这样 这你都不能看过 郑成功降台湾你有听过吗 你知道他的势力范围多大吗 只有那么大而已啊 可是我们念历史书 你会误会以为正人工降台湾 这个正人工降台南 怎么证明 你的编列预算在哪里 台湾不是很大算 你说降台湾 你在哪个地方设了哪个点 派驻了多少士兵在那边防守 你攻打了谁 你散了什么土地 都没有嘛 没有记录嘛 反而是日本人 占领台湾的时候 做了多少事情 你每年要拨预算的啊 不是你亲爱的说我占台湾 就占台湾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时候其他势力是荷兰的地区 西班牙统治 大多王国统治 你觉得中央打了 都变成你的 你在对方当地设了什么 没有嘛 甚至于你荷兰热这层日记 里面一个英国的贸易公司 对台湾全部都做了很多统计 米几近 在那里在塞了多少钱 台湾买多少 有多少钱 有多少钱 都给你算得清清楚楚 你说这能工代台湾 你说了什么文献 你有没有什么记录 有没有做什么调查 田野调查 都没有嘛 这个就是说 你历史在编故事 跟实际上有科学证据 人家是有日志 所以当时记载 他甚至还帮原住民 高沙族人翻译圣经 他用当地的语言 用罗马字拼出的语言 写出当初语 希腊语可以保存下 就是这个原因 你到经历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嘛 跟我们早餐而已 有春而已 这样会看的吗 下一张 再走 再走 好 看这个 补充一下过去 你们没看到的资料 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 历代总督 明治28年1895年 你们有念管理行政 看看日本人那时候 来台湾是怎么做的 这个时间 跟台湾脱胎换骨 变成另外一个地方 历代总督华山知己 军政转明治的领台善后 租税减免预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确立 台湾总督府平一会 创始司法制度确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立班制度 医院设置阿边制度 教育制度 邮便电信实施定期行路开始 杜梁痕改正离 财政金融制度 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 明治29年1896年 第二代总督贵太郎 台湾总督府临时法院 台湾地租规则实施 正式犯临时法院 台湾公益制度创始 国履学校预备 明治29年第三代总督 你看 明治28、29、29 已经开始做些事情 三段警备法阿边建金制度 专卖教育制度扩充 民事诉讼条件 医院便宜 台湾伸张制度规定 明治31年1898年 第四代总督儿园圆太郎 因为一级将军 大部分时间是后腾心比人家做的 警察局私域官养成机关设置 保甲制度实施 土地水利利局调查 大小租权地方规则制定 基隆及高雄渡港开始去 夷人港到高雄港 全岛铁路计划 铁路不几年都做好了 那时候天皇王储来 就是坐铁路 府立兵院便宜10间 医学院 你有便宜都要医学院的训练 医学院设立 台湾银行创立 财政20年计划 最后独立 明治30年计划 在那时候完成 济世工业 蚕足废纸 唐业政策确定 台湾神社创业 继续看 下一个 复告调查都来 当初要赢台湾的钱 你台湾很少钱 钱对得来 人家大日本帝国议会 要通过预算 然后钱才拨下来 才可以对台湾做这么多建设 待会你看做多少建设 下一个 再来 佐久京佐马 它是有农会 内地农业移民事业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 下水道 中冠县全通 中央研究所开设 化学部 卫生部 中央台湾设置 泡武冠 我跟你讲 不会在殖民地设博物馆 只有自己的土地 对人民才有这种高等的 规格的东西 博物馆 泡武冠 再来大政第六年总督 开始有没有 宜兰县屏东县就开始了 之前那个已经完成了 中冠县完成 1819年 台湾电力珠色灰色创立 日月潭计划 有没有电器 台北商专那时候设立 有没有 中冠铁路中部海岸线 大政八年 这时候有一个总督叫做田建智郎 特别讲这个 来 下一张 田建智郎的时候 刚好天皇那时候来台湾 很多人瞎批给天皇 这很乱来 结果他写一个封信 回给天皇 说什么 台湾的思想恶化 是因为在东京设出那些人 在台湾没有多少个人 他们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没有到危险的地步 一般人民极其忠实 顺良 感受一同仁圣恩 没有危险 说没危险 现在台湾人很顺 很顺服 很简单 过去 大清帝国不是说台湾 三年一小凡 五年一大乱吗 为什么会反 为什么会乱 你不要通知 你把我起乎 当然跟你缓 但日本时代就不是这样 你会嫁在北部那时候 又怀念少年 日本时代说 多好多多好 那时候你会知道 就女生来讲也是 我干嘛跟你吵 你对我好 我什么跟你吵 我当然是跟你配合 是你把我扔的时候 我才还跟你反嘛 你就这样想台湾人就好嘛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他管理的好 台湾人当然去笑脸嘛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天皇就真的来了 可是有一个人 接下去下一张 这是192年内的台湾人 给你看 那时候多高 我跟你说 那时候台湾人 出国留学到20万人 日本时代 有到欧洲留学 法国 意大利 到日本留学 不是光是日本 美国也有 这些人是去美国的 这里面有几个人点给你们知道 这个叫做 这个人是谁 台大的第一任 下一张给我一下 杜聪明 杜聪明 你认识他 我没看到 那杜聪明 杜聪明 这杜聪明 这红条件跟他们没了 我跟你说 那时候台湾人的生活水准多高 你看他们穿的衣服就知道了 你们现在在座各位 大家都还不会有这种衣服穿 这是法国的定制服 很高级的 你看他那个cutting就不一样 发型 拜托你再看看 192几年那时候人这样 那时候台湾人是这种水准的 你看他穿的西装 那男生也要看西装cutting 我没看到头发剪成这样子 很烧包 是很elegant 很高尚的台湾人 但是这个我特别要讲一下 有一个问题 那时候 再看下一张好了 这里面有我的衣服 所以就特别讲 你看 盐水龙France 这是美国的U of Illinois 炎春安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我的衣服 U of Columbia 哥伦比亚大学 讨神学 讨经济 美术 化学 政治 各种各样都有 那个variety 那个多样性你看 你看 文章金 政治学 在哪里 美国的美国的美国 结果他在做什么 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讲的余虐 那时候我是台湾人 我也是中国人就是他说的 海市台湾人就是这个 他那时候 你明明你本人是怎么去做 南京政府外交部的人 你已经效忠对象外人了 对吧 你刚才看台湾男孩 这证据嘛 你在那时候同学录音 你下出来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这没什么骗人 这挖出来就都知道了 所以国民党来通知 抗日分子都变 以前抗日分子 对我们的国是愚孽 我们日本人 你抗什么日 对吧 你的思想要倒过来 下一张 来 继续再走 来 这个我们直接看影片 时间不够 我们直接放影片 我们先看照片 先看照片再放影片 来 照片 我们走快一点 照片 我先给你看照片 比较快 以前马甲报处1885年来台湾 那时候台湾黄厚旅馆 来 有臭虫 那时候台湾人平均说明35岁而已 做阿公就死了 都吹起都有问题都搬吹起 马街来就是开马街 来 下一张 他刚到台湾的时候 来 下一张 主任学 主任学 主任学学生 来 下一张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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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我告诉他 1885年的台湾是这样 来 再来 再来 要怕死人 淡水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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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这什么 是阿嬷对吧 他在做什么 他在买檳榔 这是檳榔西施 这时代檳榔西施 我跟你讲 你们现在吃檳榔有身体有害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叫美女去卖 为什么要叫那漂亮檳榔西施 打扮的美美的去卖 你如果叫阿嬷来卖 保证你都不吃了 很快就要禁绝 对吧 檳榔就没有人要买了 你怕也怕死 阿嬷自己买檳榔 算了 来 下一张 西乡重道牡丹色事件 下一张 那时候台湾 高叉规寸的时候 日本军地的头巾 他都拿着一个帝骨 帝骨上面都是什么 都是人头 那一颗一颗都是人头 这都是人头 来 下一张 这是嘉年华会 高叉祖在庆祝 庆祝很多妇女在这边 小孩在这边看热闹 日本军官在那边 你看那个妇女的手中拿了什么 没人头 在庆典的时候拿人头在那边晃 哎呀 吓死 来 下一张 那是人 那顺帆就盖怎么开枪 最新一型的武器 步枪就交给他们 来 下一张 好漂亮的 好漂亮的高叉祖 一准一九二几年的照片 来 下一张 你看 这边都是日本高级军官 上面都是头目 他头目的脚中间都有什么 一个人头 那每一颗都人头 那时候 平补足的人 好像有三千多颗人口 在那边 准备 一本人差不多几百颗 下一个 所以 小型工都要很小 衛兵都要看守 我来头就倒下来 下一个 这个是因为那时候 他们在学校里面 办校庆运动会 高叉祖的那些 不愿意扶的人就进去 全部都上 这边有一些小朋友 日本老师把他唱的粪坑里面 对 生还者 就是 日本老师救了这些小孩子 把他放在粪坑里面 其他照片太残忍 我就不放 就放这张 生还者照片 下一张 后来就给他教育 说不能再带人 不能逃 这不对的 接受教育之后就不会了 再来 水准越来越高了 再来 日本的空军就进来了 第八连队 那时候叫他们画画 开始享受 画画 来下一个 美学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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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第三国路的女生 日本时代 多有气质又漂亮 一看就知道 不用讲 穿衣服真正的机器 你看动作都是 你们照相也要注意 女生偏偏偏 要会弄 来 下一个 台北 下一个 铁道旅馆 台北 这种 台北铁道旅馆 第一女中的家政客 那时候打到菲律宾 马里拉的时候 照片 学生上去游行 来 下一个 台北工会堂 台北市的市民每一人高一户 建起来 再走 攻卖局 台大医院 再走 军乐队 公会堂里面 你看多漂亮 再走 大礼堂的样子 再走 你看以前的餐厅 整齐又干净 你一看就知道干净 娱乐室西餐厅 里面有冷气 1920年 30年台湾 就这样 再来 三双楼 那时候台湾的三双楼就是这样 快车道有慢车道 中间有树 再走 以前的我们的棒球队 什么红叶棒球队 拿棍子打石头 哪有那么可怜 日本实在这个是 华山小学打的对抗什么 南门国小 那时候每个国小有棒球队 棒球队一定要穿制服 戴帽子戴手套 有棒有球 有教练有 都有 那时候都有 那种打去日本的夹子圆 是没有拿到冠军 但是就 决赛 就是要有这种基础 才可以打到那个地方去 那时候我手边还有好几百张 台北市各个大学校 全台湾各地棒球队的照片 那种台湾棒球水准很高 你要支持棒球 你要买这些衣服 你要有生活水准到一个水准 下一个 公车 台北市公车 再走 再走 走快点 以前有建中文学生 抽比较穿日本 再走 博物馆 来 过来 衡阳街 来 过来 总督府上去 再走 好像现在照片 结果是古早 来 下一张 以前有北投下的电车 来 过来 台北火站 生活杂志上面的照片 来 再走 明治桥 中山北路走下来 来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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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有替什么板博来很会 再来 再走 你看 以前有台湾人 再来 再来 这些新公园 来 过来 台北车站的前面 再走 你看以前的大一的物理系学生 你看臭屁的钥匙 来 台大工学院的 来 过来 你看 像喝咖啤 博粉 好 这臭屁 来 这是什么 我讲 在台北工会堂 摆着国标舞比赛 跳舞 你看那时候你阿祖阿祖阿祖 穿的衣服都比现在赢 怎么办 那时候气质 你看他每个人set的样子 穿的衣服都是很漂亮 来 再走 你本来一台是这样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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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竹 我找到乡下的照片 新竹的幼稚园 连新竹的乡下的乡下 还是有幼稚园 来 先走 你本来那时候 国民失智率一直给你提高 来 再走 再走 台中公园去穿就这样 再来 你看 绿川 再来 放影片好了 时间不够 来 你这看胸皮 哎呀 鸭皮 你这就是半年大九五 台湾归属我国 台湾归属我国 我领土 从同年6月14日 河山海军大将 第一代的総督 台北城 同十七日 时代的赫尼斯团领 梁德线 西大河迷雅 和岳西大神龙殿下 这里 首特政党的思政式 如来四十五世續 今日的 絢纜的文化 台湾归属 海蕾前 台湾归属 清朝过去被当化外之民 台湾是一样的 现在是化外之民 但是改曆之后 就变成帝国成名 哦 原著該座必須這樣 讓我多一些消防區 治水灌溉禮辦教育 制度改革還有軍事方面都來了 市場完備 全面化 皇室一世同人 他在台北結業景 台北橋 台北橋 明治44年1911年8月有個大颱風 看這機會 一本就把那古的尺庫都跳掉 他在身上跳掉老幾個古蹟 全新的道路 很漂亮 總督 招標 好幾個招標的案子 這就想來台北周庭 這就想來台北周庭 明天堂 明天堂 我看你做的 這是中都部一把的地方 你等一下看得比較古的 新舊在交替轉換中 每 sebagai所有閉 talvez 有沒有幣洞 這個位置 通過 可是 多久 直塗 有 你看那一組台灣人 台北駕駛 有三連車也有駕駛車 這是駕駛車 還有公車 升車 駕駕駛 再來就是駕駛 駕駭 神社 他來就把你拼神社 去一個圓山飯店 你知道嗎 以前叫多漂亮 台北空火堂 剛才說 你看破不完 那種多漂亮 沒有人在植物底蓋博物館 這是什麼 台北放送主人 電台 一天兩個 波音 台記跟日記 日記跟台記 事務員 休閒的方面非常重視 那那時候台南在鄉尚 大日本帝國的建設 建功神社 現在是要去比較久的 大清帝國的統治很久的那種 比較久的東西你會看得到 你看廟都來啊 待會你看到北京的照片 現在你那個文化就看得出來 自那人的文化 我們現在是 本土台人人 我們分辨文化上的不法 超人的 你不是中國人 你來擺腳的 中國人的面穿就走出來 習慣都沒來 我先在想 就是 身體 你找到 你行事控制 你不懂 你不太過分 你不懂 然後再來北投溫泉 八道啊 因為以前那些淡水的離職 現在還保留一些啦 一票還差不多啊 溫泉都是休閒生活 後來這些國家不敢想像 一陣子高的富球場 淡水高的富球場一陣子 一陣子一陣子一陣子 全都是日快的 他沒有偏遠地區啦 全部都是日本的旅渡 沒有偏遠地區 建設都同時並行 有一個指標性 做基礎建設 路燈 路燈耶 1920年路燈的表情 你下面有電線通過 它會發亮 不是電位 你看以前做茶葉 自成過程 前面是這個 再來 你看 全部電氣化 自動化 做鐵壁東自動化 那時候就是這樣 生產線 乾乾淨淨 那就是帝國做事 你如果說阿嬤那時候就是這樣 對 阿祖 那時候阿祖也請 你把 做事情就乾淨了 你乾淨了 台中 你看台中 你看路燈也可以看 中部台湾の首都台中市 米の台中、バナナの都 台中は台湾が日本の領土になってからの 信仰の都でありまして 祝生前として緑川、柳川の清流を要し 柳を拝した台中市は 台湾の京都のショーがあります 台湾的京都支撐 彰化銀行 台中周庭 台湾が熱帯から亜熱帯の地にあることは 市に色々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 そさい、果実は実に30種にのぼり 山岳もまた200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で 周囲の緑の山を映し 常に紺碧の色をたたえております この水は水圧鉄管を通り ゼネレーターの響きを上げ 全台供用 高压電線配送 送電到台湾各地 っていう機種建設 IFRSTARTURCHER 20萬千 這就是高壓電線 日本時代就這樣 基礎建設 台南 現在每一個車站都很大 既然師父的館 歐蘭大人的虎 帝世公的領代 民朝的下 各時代通過本島政治的中心 文化、商業、文化的輸入 全是空派 現在本島第二的都市 台南市是阿里山鐵道 阿里山這邊跳過 這個 阿卡 在那邊跳 阿卡 我會跳一下 先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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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 先跳一下 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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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跳一下 糖厂糖厂 糖厂是在日本时代做的 你看铁道从制造生产到配送到运输全部一气呵成 这是做来机的方法 再跳一下 屏東工厂 来过来 你看以前的工作都是机械化 日本时代开始 种植的 煉乳罐头其他工业 来再跳一下 那是糖制人酒精 再稍微跳一下 来你看这里 你看 製作酒精 你看工厂里面的工作人员 稍微再跳一下 行业试验所 你看那时候人穿衣服都跟现在差不多 一样 衣服 戴眼镜 手表 好像现在人一样 好 再走 好 这边跳一下 水库 现在是高雄 好 你看 看来那个地方 你看 台湾南部的运输都这样 港口的大量运输 大宗运输 都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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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要怎麼蓋工厂 沿著河看 你現在日本看就很快 你如果去東京 還是 湖岡去哪裡 沿著旁邊 奥沙卡去看 外面工廠就是這樣 很有特殊 機械 你看他在台湾 台湾 在日本 神社 有型 內地在基隆 我們的內地在日本 神戶出港 三個作業也讓爆炸 OK 船隻布丁在跑 六艘 一萬 一萬盾 這次去日本留學 都坐船隻 很久人都坐船隻 你看船隻 船隻 豪華郵輪 你看 這媽媽等會妥協 你拿起來 你看他穿得什麼 你們會看的話 怎麼幫小孩子打扮 你看他穿的衣服都很棒 台灣特色的使命 一人 台灣島內 唸 男士南洋 女士 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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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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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hmen reconciliation 男士 男士 who 來 男士 母 女士 女士 男士 女士 啊 雲三桂到這裡